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王老师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可是为什么你要帮我游鬼子来吓人呢 王老师 如果你的心里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帮你找心理医生 阿良为了你 被我们怀疑 他今天早上跟我辞职了 阿良辞职了 阿良跟我们学校做了十多年了 怎么突然间辞职啊 锁石是我的啊,没错 但是我真的没有袭击你啊 我更不是什么游鬼仔的 我是冤枉的 舅舅被冤枉了 舅舅也不能怪我们啊 谁知道钥匙是舅舅的 舅舅的钥匙又怎么会掉到那里 那他会怎么样 应该会被学校开除吧 什么 不管你们相不相信我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如果你们真的不相信我 就找阿良回来跟我对职啊 阿良亲口告诉我 那天他看到刘广公很迟还没回去 就很兴奋的想要去买水请他喝 他去买水回来之前就想要去厕所 整理头发,整理衣服 想鼓起勇气,请刘广公去吃饭 就在这个时候啊,他就听到 除强室的上手的声音 他就马上冲出来 阿良还说那天月光被云挡住了 关系不足 而且学校灯又有点问题 在这个时候 他就突然听到刘广公的尖叫声 他就马上冲过去了 我想阿良是应该害怕大家误会他 所以选择逃避了 可是你说这些 都只能够证明阿良是无辜的 对,你都没有证明你是清白的 如果阿良是清白的 我就更清白了 第二天星期六早上 我还有课外活动的学生要带 阿良就把我拉去出事的地方 告诉我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可能我的钥匙就是在那里掉的 我又过来,我又过来了 我回去找一找 我一直都找不到 我就想,反正 抽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所以就先去上课了 你讲的话,都没有人可以证明 不管了,抓他去警察区 警察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真的 刘广公 这个事情我看 还得先找阿良回来看看怎么样 暂时一看这个事情 对对对 我们先应该证实王老师说的话 才决定要不要报警 如果他不是游鬼仔 那谁才是游鬼仔啊 我知道啊,什么 哎呀,刘广公 游鬼仔是个传说 我还需要证实的啊 对对对 这事关王老师的清白 这也不能够随便倒听途说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我确定,我相信我的判断 我碰他的一定是游鬼仔 王老师 王老师,你去承认吧 你承认你就是游鬼仔 我真的不是游鬼仔 请你相信我啊 我可以证明舅舅不是游鬼仔 什么证明 星期五那天舅舅和我在一起 请你们不要把他送去警察局 很明显的 你是在维护舅舅而说谎 这个证明不够有利 我可以证明舅舅是清白的 而且可以马上抓到游鬼仔 可是 请大家再报告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